好 各位啊 欢迎来到屌丝世界啊 那我们今天来开手办啊 那这一次我们是吃了巨资啊 把这个一人二当中的两位女主角啊 这个Hikari跟Homla给请到家里来了 这个光和燕是吧 那最近一人三也是上市了 不知道大家玩了没有啊 那为什么要在三上市之后 我们再来开这个二代的主角手办呢 没办法 这个最近才在网上找到价格比较合理的货源啊 因为这两只的话 现在是已经开始第三次的预约了 然后的话 我这次收的是两只第二次收住的啊 对 那这两只在第一次出的出版的时候啊 这个一度被捧成了海景房啊 很多人说都再版不可能 然后第二次受住的时候 这个海景房稍微崩塌了那么一点点 那他本身的价格也摆在那里啊 直到最近啊 第三次收住开始啊 快结束了 第三次收住快结束了啊 才确定了这个海景房正式崩塌啊 那这个价格也是回到了我个人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啊 就是就把这两只给一起买过来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外盒吧 那这个我们可以先看到外盒上就有一点小提示啊 比如说这个Homla Homla是有两个厂商啊 这个是GSC加NMF两家一起做的 然后Hikari的话就只有一个GSC啊 这里我不知道他们两家是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会做成这样子 看一下整个外盒啊 外盒的话 首先是Beauty Logo 然后这边是人物属性啊 再加上这个经典的例会啊 下面是名字啊 是吧 然后我们翻一眼 翻一眼的话 这边是 嗯 两个实物图吧 算是 这两个实物图拍的看着感觉怪怪的 然后就背后背后的包装参数 是吧 再翻一面 这次这两只是日版啊 托人从日本直接带购带回来的 前两天疫情也是没有办法 就卡在海关过不来 是吧 嗯 那这几个角度的话 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 开了个天窗 然后我觉得它底座做的挺好的 底座做的挺雅的 就这个黑底白刺 我觉得挺有感觉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它整个盒子拆开来 然后看一下 这个盒子太大了 拆箱过程就不就不给大家看了 我们就直接把它拆完拼起来 然后再给大家拉一下细节 好 那我们现在是把这个home了 先给拆出来了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过一遍细节 大家首先来看这个脸啊 这个脸怎么说呢 你把它跟原画比一下 看一下原画 它跟原画比出来 大家发现问题没 就非常明显的 就这个做成手办画之后 它的脸就变圆了 啊 圆了之后就感觉这个脸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崩啊 是不是 啊 这我觉得 哎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吧 对啊 没 这没办法 不可能真的错到跟原画一模一样 那这一点 如果大家接受不了的话 就谨慎入手啊 就这个脸的差距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的 对吧 原画多么洒爽啊 刀 刀了手办上就感觉有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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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憨憨的 有没有 感觉有点憨 啊 然后我们往下看啊 其实这个价位的话 我觉得这些细节就不用跟大家说太多了 基本上不会出什么太大问题啊 啊 红木拉整个人设上面的话 我比较不能接受的就是胸口 包括下面这一块 啊 这个锁子甲的部分啊 就太有那种苍蝇眼睛的感觉了 就敷衍的感觉啊 虽然说很 在很多日本二次元作品当中都会有这个设计啊 比如说你们的假面骑士 对吧 但是感觉放到 嗯 这个 放到这个人设上就感觉比较奇怪 有啊 有啊 有 有人跟我一样的感觉吗 就感觉这个 敷衍的这个要素放在这边怪怪的 密集恐惧症啊 真的是 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价位基本上涂装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可以看到这个方面其实都把控的特别好啊 没有没有很多问题 然后看一下键的部分 键的部分就这样啊 啊 啊 这只差不多 三分之一的价格在在这感键上 三分之一价格在键上 三分之一价格在造型上 还有三分之一就在这个人物身上 是吧 这个透明键做的效果也是特别好啊 很有感觉 很有感觉 然后翻到背面来看一下啊 啊 背面的话就是啊 这个圆画当中 背面看不到的部分 就就 背 背 背面把这个 屁屁做的特别的内容 没办法 这 这条短裤太短了 是不是 就不知道能抽中多少人的 啊 对吧 这个性癖 是吧 啊 一仁二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 它基本上满足了所有ACG还有这 啊 很 它满 它满足了很多人啊 不一样的性癖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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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它后面的这两根飘带是从这里插进去的啊 它分开来放的 这两根飘带是比较有动感 比较有张力的 是吧 然后鞋底 鞋底也是画了啊 终于不再像那些很便宜的那种手办啊 就 就没 没有鞋底的刻画了 是吧 整 整 整尊就是太大了 我这个地方太小了 没有办法展示的很好 啊 那这只轰木了的话 差不多就给大家拉到这里啊 基本上看一下都能看出来啊 这个做工这个价位 是吧 好啊 那我们把它插到这个地台上 然后把Hikari给拆出来看一下 好 然后是我们的Hikari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光啊 这个小光脸跟之前Homla一样啊 给大家对一下原话 能 能对得上原话吗 这原话对不上 对一下原话 跟Homla基本上是一样的问题啊 就说办法之后整个脸稍微圆润一点啊 吃胖了 有没有 就感觉就没有那种撒霜感觉 眼神的话 其实这一只做的还可以啊 眼神基本上是还原出来了 但还是缺那么一点点感觉 是吧 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看一下这一只的整体效果啊 这一只的露出度跟上一只Homla就天差地别啊 这个露出度太大了 一度有 一度会被划到这个齿雾的 齿雾的分类当中去啊 它这一只组装上面挺有意思的 它头还有下半身都是给拆开了啊 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把剑啊 这把剑组装上面稍微有点点麻烦啊 它先要把这个剑柄插到手里面 然后再把这个剑身装上去 呃 这个连接的话不是特别靠谱啊 到时候要想办法给它搞一搞啊 说回这个人物上面啊 我们一层层看啊 先从上半身看下去 是吧 那一开始的话 我觉得它这个 这 这个 这块 这个已经不能叫裙子了 这块只能说叫布了 这个布的纵条纹 我觉得弄的挺那个的 我个人也不是很喜欢这种纵条纹的感觉 这种纵条纹感觉怪怪的 哎 这把剑太爱饰了 这个都经常戳到后面 看一下 然后包括这些绿色的核心水晶方面呢 都使用了透明剑啊 透明剑有好有坏吧 它这个 下面底还是处理的可以的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有时候这种透明剑就很容易看到最底下那些像胶水印什么的 就挺麻烦的 把这个盒子拿下去太适了 地方太小了 再来看一下 这支完整的 这支的卖点就在于这个腿嘛 是吧 一开始的这个标志性的大白腿啊 它其实整部作品当中 对小光的腿部表现其实挺多的 对吧 包括像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那个黄金国的DRC当中啊 如果唯独在篝火当中的时候 右边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小光跟他腿 是吧 看一下这把剑 正面主体差不多就这样啊 这个位置 这个动态非常的真实 就分分钟就露底窟 给大家看一下这把剑啊 这把剑也是一样的 也是顶尖上啊 也是顶尖上做了一点半透明 尖头还是比较尖的 可能 放在柜子里面要当心点 容易戳到东西 然后换一下 换一下背面 这支有点重 下锁了 背面也是一样 就飘逸的长发嘛 这个动态感的来源 然后这下面的话 背部细节也能看到一二 其实我觉得一人二的角色比较偏向于欧美啊 就这种日文的脸 然后加上欧美的身材 风如飞腾有没有 难怪它可以吃的这么开 这个腿环还是有点肋肉的感觉啊 有没有 这个细节非常赞 有被戳到 这只好扎手啊 拿着手转来转去一直扎我手 哎哟 我天哪 主要是个天线 天线也很扎手 这个wifi天线也特别扎手 这wifi天线太扎了 看一下 看一下 经典著名 看鞋底 鞋底是可以 是吧 哎呀 那我们这只看的也差不多了 我们就把它也插到底 也插到这个地台上 把两只连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最后的展示效果是吧 好 那最后这两只的组合效果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它这个地台也是做成这种 做成这种可以假拼接的方式 可以看到这两只放在一起是非常大的 基本上占了我整个小台面啊 等于是一个跪罢了 可能要颤掉柜子整整一格 这两把剑不能像官图那样子做成完美交叉的感觉啊 可能在手部等会儿可能还要硬掰挑一挑啊 主要是Hikari的这把剑有点太那个了 它这个真的不太好挑 等会儿要研究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它支撑方面 Hikari这边是给到了一根拐杖啊 在这边撑着 可以把这个左腿给抬起来 然后在Homula这边是右脚那边也是可以插一根棍子 给它提供支撑 因为它这个造型的话 如果在柜子里面放久了 肯定是要变形的 对吧 肯定要变形的 进柜之前肯定要给它撑一撑 那这两只放在一起啊 就是这么非常魄力十足的一种感觉啊 是吧 看一下啊 从这里一路看过去 就交相辉影组合在一起 特别好啊 我看下来反正是值这个价的 但至于这个大家要加多少价去买的话 加价买的话 我觉得就没必要了 是吧 毕竟这已经第三次再版了 说包不准还会有第四次 对吧 嗯 能不能把这两只翻过来看一下背后 算了不看了 就这样吧 那么这两只差不多就开到这里了 这个价格贵的手办 那反倒吐槽点变少了 这个视频也变短了 有没有 就就就感觉没啥好说的啊 就这个质量就摆在这里了 是吧 嗯 总感觉这角度不太好挑啊 因为它这个动作做的 动态感做的太强了啊 以至于你可能没有什么其他的角度去拍这张照片 基本上只能从这么几个角度看过去啊 换几个角度就没啥看你了 嗯 那我们这一期就给大家做到这里了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那各位拜拜 我开始换了吗 我也 interrogate